大家都说耳湾房地产市场现在开始去了 但是当一个好的标的物 比如说我身后的这种房子出现的时候 伴随着市场利率的降低 再加上潜在的溢价空间 现在其实反而是你应该行动的时候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张米乐 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我身边是我们的老朋友Kathleen戴盈 哈喽大家好 很高兴今天又跟大家见面了 今天非常感谢的张总 又来到了我的独家的最新的listing 这个房子是位于耳湾高端警卫社区Altair 是耳湾一流的学区 这个房子呢 只有三个房间 这是非常有一个非常大的loft空间 可以作为第四个房间 这个房子的亮点还是带一个露台 然后做了水景的后院 非常的现代化 出帆入境 造梦之居 这个房子满足您所有的需求 本周首次公开 欢迎您随时光临 现在呢 最大的新闻就是 美联储降息了 张总您看 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18号的时候联储刚刚开会 说降了50个基点 这个其实是 包括我个人在内是超过我的预期的 我认为更合适的范围 应该是25个基点 所以我不知道 我相信Kathleen 你的朋友圈应该也废成了 是 所有的人都在说 这个联储降了50个非常大 所以就是前所未有的机遇 而事实上对于很多客人 尤其是借款人来讲 可能现在心理区说 不管我之前看到预讯什么样 现在应该有一个猛的下跌的动作 事实上呢 并非是这样 因为作为市场上来讲 在很久之前都是在 我们叫做price in 其实你的价格预期 大家可以看到 过去一个月利息 利率都是在往下行的阶段走的 是一个缓慢 稳定的下行的动作 而事实上在18号那天 就是联储真正公布说 我降50个基点的时候 市场是没有任何反应的 相反债券价格是有一点点跌的 换句话说 利息 这个利率是有一些反弹的 跟大家的预期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这个是基本的概念 对于所有的 我们不管是融资需求者 还是从业者来讲 大家对此都要有个清楚的认识 就是黑天鹅事件永远都是少数 所有市场上我们所说的 smart money 是不会等到最后一刻 真的在等联储做出这个决定 相反大家在很长之前都会通过各种数据来研判 我们之前判断的也是这样 市场一定会下行 在接下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 利率都会做一个下行的动作 但是不太会出现那种短时间内有一个暴跌的动作 这是联储经济权利要避免的 不然的话通胀问题会再一次出现 所以这个是给大家的第一个概念 就是接下来在相对一段稳定的时间内 利率都会稳定的缓慢的下行 不太会出现那种都暴跌的情况 所以说假如说你做refinance的话 也不急于这一时 不太会出现说我过了今天 明天利率就会涨回去的动作 相反选一个更合适的时间会是比较重要的 好 谢谢张总 张总刚才听您提到了refinance这个情况 现在是不是就要马上开始做了呢 是不是过了一村没这店了 对 这个问题非常好 所有的人都会有这个概念 就是说我利率一旦降了 我马上就要开始做这个动作 不然的话我可能就错失了这个机会 省钱的机会了 事实上第一个 我们像我们刚才讲的这样 我对市场的判断说 接下来会是一个稳定下行的动作 那么其实并不急于这一时 不太会出现你错过的这个机会 就没有的话 它不会是一个短期的窗口 再一次感谢Catherine的邀请 我们来到了这个独家的listing 也希望今天的信息呢 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 感谢大家 感谢来到张总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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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